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墓主人是一位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年纪轻轻怎么会拥有这么多的精美预期呢 要解开这个谜 还要从墓主人随葬的器物上寻找答案 三号墓中随葬最多的器物便是御从 在中国历史上御从具有重要的意义 甚至有专家认为御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实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从在古代是浩然正气的代名词 御从虽小却代表着天地方圆 按照周毅上的解释 他囊括了九重天的天类天 包含了乾坤大地间的五阳百川 是宇宙和五阳百川的象征 而御从中间的川口 则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 祭祀时 把它套于圆形木柱的上端 作为神旨或祖先的象征 颇为有趣和令人惊奇的是 如果我们把四吨遗址的布局结构 与御从的形质做一个对照 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是何其相似 俯视御从中间的圆孔便是四吨祭坛的圆形 射部的横截面呈圆角方形便是内成河 四角的折角形凸面便是四个墓地 御从四个面上的树草 正是祭坛东南西北四面连通内外两周成河的通道 对此专家极有把握地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这就是四吨古国就是依照御从的形质来设计建造的 四吨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大从 按照从的形质修筑一座城池 可见从在古人心中的地位 据周历记载 苍必礼天 黄从礼地 学术界一般认为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沟通天地作用的御从 是王权 神权和祖先崇拜的象征 只有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才能拥有它 而御弊即使祭天的礼器也是财富的象征 御岳更是掌握兵权的象征 为此专家认为 三号墓御弊 御从 御岳 义英俱全 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因是即神权与族权于一身 在当时拥有最大个人权力的最高首领 然而 一个年间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呢 去专家研究 认为这位二十多岁的男性青年 应该是王位的继承者 应兵长势而没有继承王位 但是死了以后 仍然享受王体的待遇 继三号墓的轰动之后 专家在一九九四年又发现了五号墓 人们不禁期待 五号墓的发掘又将会带来 怎样的传奇和惊叹呢 五号墓出土的重要玉器 有玉丛 玉壁 玉月和玉代沟 这些玉器质地经营润则 做工精细 其中一件直径二十九厘米的玉壁 是迄今发掘出土的最大的玉壁 五号墓出土的两件玉丛 尤其独特 这件十一节的大玉丛 是长丛中玉制最佳的一件 呈茉璃色 通高三十一厘米 玉丛的纹饰 雕着的十分精巧细致 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人面 与其相邻 侧面转角上的半个人面 组成一个完整的神人脸面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每一组人面纹的嘴上 都刻满细密的曲折纹和短直线纹饰 这些细密的纹饰 用肉眼几乎很难看清 仔细分辨 像转书像图案 看上去极为诡异 在这件高四点五厘米的小玉丛上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这种诡异的微小雕刻 小玉丛为白色 直径六点二厘米 每面中间有一条竖槽 将丛面一分为二 而每面的横槽 又将丛分为上中下三组图案 上下为人面纹 中间为寿面纹 仔细看纹饰的边缘 会看到一些用肉眼 几乎无法辨认的纹饰 只有在放大镜下才会看清这些纹饰 是殷刻的极精细极繁荣的卷云文 人们不禁惊奇 在距今四千五百多年的远古时代 没有放大镜 没有先进工具的古人 如何雕刻这样精细的玉器 对于这个谜题 专家也无从解答 因此学术界将这些精美神奇 诡异的微小雕刻 称其为中国第一微雕 这些油虫非常珍贵 珍贵之处就在于 它上面已经有了微雕 这在梁聚文化当中 出土的油虫当中比较少见 另外出土的一堆油代沟 也极其珍贵 这是目前我们江苏梁聚文化 遗址考古发掘当中 出土的唯一的两件 四吨遗址 四座两主大墓出土的大量玉器 玉制优美 雕琢精良 让我们看到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 卓玉技术的高超 有趣的是 这些两主大墓出土的玉器 不仅形质一致 纹饰也带有 普遍存在的共性特点 尤其是大同小异的 寿面门 人面门 专家分析 这些玉器的共同特征 很明显 是智玉作坊 大批量生产的结果 对于四吨遗址 同一墓中出土 大量玉器这一现象 专家分析 墓主人生前 可以大量占有别人的劳动 社会形态 已经发生了智的变化 私有智产生 贫富贵贱产生 即神权 军权 和王权于一身的 统治者开始出现 这些特征 证明两种文化晚期的社会 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说起中国的古城 人们常这样形容 明清看北京 南宋看杭州 隋唐看西安 春秋看燕城 那么春秋时期的燕城 是什么样子呢 但妈咨不允许 证明了 且这些随道 他们不允许 证明了 我认为